接下來 這題的第一小題 其實非常的沒有水準 就是問你 中秋期的月亮 是產生什麼月亮 這題呢 基本上 是沒有什麼水準的題目 這題要不會 這題要不會也蠻困難的 No.8號 8號其他 農曆市的月亮 農曆市的月亮 滿月 請坐 望月滿月 中秋節農曆飛月十五 月向接近望月 我講過望市某個時間 那個望月其實 不見得落在十五 可能落在十六 甚至可能落在十七 有的時候偶爾會落在十四 但是我們考試說是十五就好 OK 就是十五 好 所以接近望月滿月 那下一題 就稍微有程度啦 他問你 中秋節 什麼時候月亮在頭頂附近 這表示知道月向 知道方位 問什麼 時間 月向叫做望月 方位叫做頭頂 老師說那頭頂要畫哪邊 畫在人的前面 所以你畫地球 畫太陽 那他會耍 把十五的月亮畫完之後 要把它放在人的前面 你看那人在哪邊 你就知道時間是多什麼時間嗎 OK 阿 請問你 阿什麼時間呢 阿什麼時間 欸 牛體頭頂附近 欸牛體頭頂附近 OK 農曆十五的月亮 好 為什麼呢 好 我們有沒有可愛的帥哥男呢 有 三十三號 哦 三十三 帥哥男 什麼時候啊 你說什麼 紫夜 紫夜十分喔 很好 請坐下 答案 答案叫做 老師說 第一步 畫地球畫太陽 老師說 第二步 讓地球匯轉 要求農曆十五 農曆十五的鬥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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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頂附近什麼意思啊 畫在那個人的前面 所以現在畫哪裡 右邊 右邊 就給他畫在前面嘛 畫在前面嘛 OK 那朗比加在什麼時候呢 左邊叫白天 右邊叫晚上 這叫做晚上的中間叫做什麼 紫夜 紫夜 所以兒子在頭頂附近 答案叫做紫夜 所以 剛才跟你講了 農曆十五的月亮 黃昏升起 清晨落下 所以為什麼八月十五中秋節 賞月好時光 第一個 十五的月亮 黃昏就起來 只清晨才落下 整晚偷風高 看得到 第二個 八月秋高氣爽 天氣好 同時以前農忙的時間 這個時間是比較新鮮 稍微比較不忙的時候 所以是大家團員賞月的好時光 OK 我整夜都可以看得到月亮 整邊都看得到月亮 所以 就是這樣子 OK 中秋節的月亮 在紫夜石在頭頂附近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1